董珠 中文字幕 巨大的字幕 《暗示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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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這麼漂亮的景色 是不是以為是難發呢? 其實是位於Low Wales的Laduno Laduno有Wales的朋友教過正音應該是 Sandipno 不過很多其他英國人都是讀Laduno的 所以我都是取而不取難算 遠自1847年 一個利物浦的建築師 就建議這裡的大地主 Lort Moslin 去開發這個鄉 去做這個度假聖地 之後就成為了本地人的熱門旅遊地方 除此之外 童話故事《愛麗絲夢遊仙境》的發源地就是在這裡 作者Lewis Carroll和Alice Liddell是好朋友 Alice呢? 家裡有一間度假屋在Landuno Lewis就聽著Alice說 他每年在這裡度假的經歷被啟發而寫出來 OK 趁著大好天 我們就帶大家World Trip去看看 Landuno是不是真的這麼有童話小鎮的感覺 出發 首先講一下交通 如果開車自駕遊 由Manchester出發就大概兩個小時 Burmanham出發就大概是兩個半小時的車程 如果不想 又或者不懂駕駛 都可以搭火車去的 在英國 除了周圍去法國隱世美景 到度假勝地打卡之外 還可以考察投資民宿的地方 而Landuno被Booking.com選為2022年 全世界八大新興旅遊熱點之一 民宿的平均入住率有八成以上 絕對是一個投資的熱點 投資英國民宿 回報率可以去到雙位數 遠遠高於Buy2Lad和HMO 之前講解過五大迷思 之後還會分享多一些案例和實戰的攻略 記得留意選擇學院的YouTube Channel 好,現在繼續看Landuno 一到步 首先最重要就是找食物 聽聞去海邊小鎮玩 有三樣食物是最好吃的 首先就是Fish and Chips 之後就是冬甩和海鮮 我們問了當地人 他們就介紹了我們來這間店 聽朋友說 好吃的Fish and Chips 一定是愛買店 而這間有唐食有外賣 我們就選了外賣便宜一點點 一盒都是六磅半 那跟我哥哥仔聊了一會 原來這間店已經開了超過五十年 很多街坊都會來吃 看看是不是真的那麼好吃 份量很大 炸魚有兩隻手咀這麼大 炸粉又不是很厚 炸到很香厚 吃到我們都停不了口 吃完東西 我們就去今天第一個景點 Laduno Pier 它是Wales延伸得最長的碼頭 有七八米 有不少的小食店 遊戲機中心 小型機動遊戲 和小店 感覺很熱鬧 像嘉年華一樣 如果有養小狗的朋友 可以考慮帶來一起度假 周圍都很PetFanny 走到累就可以買冬甩 探著杯飲 挨著欄杆 或者坐在長凳欣賞一下風景 海邊三寶 最後一個就是海鮮 走到碼頭中間 有一間小小的海鮮店 他們有新鮮的龍蝦 蟹 山蠔等等 看著蠔肥 嘟嘟嘟 試試它 趁等著開蠔 我們就馬上去跟他們聊天 Jane還很好人地教我 看著蠔蝦 如果大家來 不妨跟當地人多聊天 他們都熱心地介紹一些景點 餐廳等等 見你站定定很迷惘 還會主動問你 有沒有什麼要幫忙 有得吃了 店鋪旁邊有一張小桌子 老闆特地拿出來 還跟我們介紹一下山蠔 我也是第一次吃 英國Lindisfar的山蠔 兩磅一隻 大大隻 肥嘟嘟 超新鮮的 我給五星 碼頭旁邊就是北岸海灘 走完碼頭 就可以去坐下休息一下 正所謂 夏天為大地帶來 嗯 陽光 很多人就在這裡 完全感受到 這裡濃濃的度假氣氛 chill到呢 如果曬完一輪 又想休息一下 走一下室內 可以去一下 Victoria Swapping Center 雖然不是說大 但是作為一個廁所 或者買汁水 都是一個好選擇 來的 真是想看一下 一些特別的東西 隔一條街 這一間Anti Shop就對了 裡面賣很多不同的二手Vintage 整間店都很大 值得逛逛的 Landuno 真是一個很漂亮的度假勝地 而且是絕對值得多留幾晚 因為附近也有不少的景點 所以這裡也開了很多民宿 之前在沙灘跟哥哥仔聊天 他也提我 如果要在這裡預約住宿 就要記得早點預約 下集 我們會繼續游走Landuno 和說說可以在哪裏拍車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介紹 英國的度假勝地 可以CL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我們選擇學院 下集影片再見 拜拜